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清零科技 5月份我们评测的windows掌机onexplayer 热评里这台掌机被网友用一句话成功总结 最多的点赞或许就代表了很多玩家的心声吧 而今天的主角同样是一台windows掌机 相比onexplayer来说 这台掌机可以说是更轻更持久也更便宜了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最近刚刚收到的 首批交付用户使用的AYA掌机 AYA Neo正式版的使用体验 按照惯例先来看看包装 包装出了掌机主体和标配的数据线 65瓦快充头之外 随机还附带有贴纸 钢化膜 挂绳 理线盒 转接头等 光看配件的话还是挺有诚意的 接着就来看看这台AYA Neo的整体外观 我觉得用一句话就可以简单概括 就是可远观而不可泄完颜 什么意思呢 先来说说优点 机身整体的三维上不同于1xplayer硕大的体积 AYA Neo的体积控制相对比较保守 正面尺寸只比Switch大了一丢丢 对我来说这个尺寸不大不小 在掌机中算是刚刚好吧 略有不足的就是由于厚度要比Switch厚上不少 导致机身整体的重量达到了650克 略微偏重 还算可以接受吧 整体设计上整机白色外壳搭配上黑色的手柄按键 经典的熊猫黑白配色 这个外观在一种掌机中也具有着较高的辨识度 所以乍一看这台掌机的颜值确实是非常能打的 但是当我实际拿上手细细把玩的时候 还是发现了不少问题啊 首先是这个白色的外壳 就是普通的磨砂塑料前后拼接而成 并没有做特殊的工艺处理 并且前后壳的拼接处还存在公差问题 不是缝隙不均匀 就是前后盖有高低差 还挺恶手的 刚好这些缝隙在白色的机身上又能看得非常明显 经过几天的使用之后 它们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里面进的灰擦都擦不掉 看到这儿 强迫症小伙伴估计都快疯了 别急 还有更让人抓狂的 屏幕的左上角 居然还有一个小气泡 这就有点 一开始我以为只是个理啊 但是某宝评论里发现了有和我一样的问题 所以确实了是手批机型的品控问题 当然作为一个游戏掌机 按键手柄的体验很大程度上也左右着整机的实际体验 AWA Neo的按键也有一定的问题 首先就是按键的刻字上 我仔细对比过官网的图 这个A的按键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吧 应该是掉漆了 还有这个ESC按键糊在一起了 我差点没认出来 其次手感上来说 除了摇杆按键体验海型之外 某些按键会有杂音 震动的感觉是这样的 也许是之前 我对它抱有着很高的期待 导致实际上手之后 整机并没有给我一个这个价位产品 该有的精致感 反倒是有了一些粗糙的玩具感 虽然总体外观是比较符合我的审美的 但是在做工细节上 这台AWA掌机给我的感觉 更像是一个半成品 这颗远观却经不起细看了 实话说 心里多少是有点失望的 不过截止截稿前一天 收到的一条消息 让我对这台掌机外观体验的印象 直接从失望变成了期待 至于为什么 我们先卖个关子 留到视频的最后再说 这台掌机的屏幕 藏的是一块7英寸 1280x800800P分辨率的IPS电容屏 屏幕PPI为215 和6.2寸的Switch差不多 也许是出于续航 以及目前掌机性能的双重考虑 没有上高分辨率的屏幕可以理解 我们也实际测试了一下 这块屏幕的综合收质 实测色域覆盖为83%的sRGB 66.4%的D3-P3 对比度为600V1 表现比较一般 不过这块屏幕的优势在于 它的最高亮度 可以达到650尼特左右 而Switch只有300尼特左右 这就意味着 即使是在户外光线比较强的地方 也能提供一个良好的显示效果 这点还是挺不错的 配置方面 CPU厂的是AMD-R54500U GPU为VEGA6核显 我们手上这台是16G内存 加1T SSD的存储组合版本 内存频率为4266MHz 整机的到手价格为5,499元 可能有同学对这个配置并没有概念 我们来实际跑个分 新版娱乐大师 59万分左右 3DMark Time Spy得分1,116分 其中显卡992分 CPU得分3,855分 Singbench R23中单核得分1,116分 多核4828分 官方宣传 这个配置是可以流畅地游玩市面上大部分的主流3A游戏的 作为游戏掌机来说 还得看看实际的游戏帧数表现究竟怎么样 前提说明 以下游戏帧数表现均在800P画质下测试得出 运动游戏非法18帧 平均120到130帧左右 不知配置画面有比较好看的游戏 哈迪斯中 全程不低于200帧 奥日和萤火意志 平均也有95帧左右 小型游戏在这个分辨率下 基本都没有什么压力 在优化较好的大型赛车游戏地平线4中 平均也有61帧 实际游玩时并没有感受到明显的卡顿感 GTA5中平均63帧 怪物猎人世界中 光该平均55帧 战斗场景下会掉到45帧左右 算是能流畅游玩的程度吧 只狼2中 平均35到40帧 画面偶尔会有一点卡顿 无视3中 中化之下平均有38帧左右 大表哥2中平均27到33帧 刺客信条英零电中 最低画质平均29帧 显卡杀手2077中 最低画质下 帧数会在20到30帧之间波动 后面的这几款3A游戏 只能说是能玩吧 画质和流畅度上的体验 并不算很友好 不过毕竟在这个体积的涨机下 这样的表现 个人觉得已经算是不错了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软件调节功耗 是可以使游戏帧数高上那么几帧 但相应的续航时间也会有所下降 有点得不偿失 还是不建议使用 所以如果你不是那么在乎掌机画质的话 这台ALA Neo是可以流畅运行大部分游戏的 部分吃配置的大型游戏 低画质下也能在一个可玩的状态下运行 总体的性能表现还是不错的 最后我们也测试了很多人关心的原神的实际表现 高画质下平均能稳定在45帧左右 降低画质为中画质以后 可以保持61帧稳定运行 4之类比较小的游戏的时候 续航则可以撑到3小时左右 在不影响流畅度的情况下 降低一点亮度和功耗 则可以达到4小时左右的续航 相比1XPlayer大型游戏1小时 小型游戏不到2小时的成绩 ALA掌机在这样的体积下 能做到这样的续航 我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 接口方面 整机除了一个3.5毫米耳机接口之外 其余三个接口都为C口 其中两个都支持60W PD供电 以及DP1.4视频传输协议 没有A口比较可惜 外接键鼠需要转接器比较麻烦 因为自带的键盘软件不太好用 加上Windows的小屏适配 你懂的 每次输账号密码 戳戳戳还容易错 唉 不说了 不过影响倒也不大 建议日常使用时 直接开启Steam的大屏模式 会比较省心 好了 前面给大家卖的关子 其实就是6月30号解稿之前 尾巴大叔发布了这条微博 内容简单干扣 就是大叔作为玩家见老板 也对现在已经发售的AOA New 的一些地方并不满意 决定推出1.5升级版 并且免费为首批用户免费升级 文中还提到了 会对按键 扳机 外壳 马达 扬声器等等 以下视频吐槽到的点 都会进行整改和升级 如果这些都改了的话 哇 那不直接起飞了 所以我还是很期待改进后的AOA New 同时大叔还提到 对AOA来说 自己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在我的印象中 上一个这么自称的 还是一个胖子 所以虽然产品问题较多 但是大叔给出的解决方案 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作为玩家的我 心里也能感受到一次暖意 不多说了 Respect 希望改进版能不复所望吧 最后偷偷问一句 什么时候能给我升级啊 总结 4999元起售的价格 相对许多同学而言 确实比较贵了 个人觉得 首先对于那些 之前没有体验过游戏掌机 单纯小长歌仙的玩家们来说 这台AOA New 或者说是当前所有的 Windows游戏掌机 并不是一个优先考虑的选择 现阶段 我个人更倾向于购买Switch 或者是Switch Lite 又或者等等 即将推出的Switch Pro 都是不错的选择 价格不高 虽然游戏都是大几百一个 但是实体卡带的好处就在于 玩腻了可以出掉回血 成本也不算很高 当然 给拉玩家和原生玩家 并不包含在此类啊 不过如果你本身 就是一个资深玩家 并且预算足够 在各类主机 掌机都快玩腻的情况下 搭载Windows平台的AOA New 能提供一个相对比较自由 能满足不同玩家折腾的平台 在这样一个适合的尺寸下 有玩各种游戏 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 只是这类玩家的占比极少就是了 当然 我这里说的AOA New 是改进之后的版本 当前版本确实问题比较多 喜欢的同学 建议先观望一下 等等官方的通知 个人觉得在这些问题改进了之后 这台掌机就是目前 最符合我理想形态的Windows掌机了 最后BB一下 很多人觉得掌机没有独占内容 就等于没有竞争力 这句话很有道理 但是我觉得并不适用于Windows掌机 因为Windows掌机 作为一个新的掌机品类 优势在于游戏库 自由的可玩性 甚至是模拟器上 只是这个圈子可能还太小了 现阶段 关于它的定位和受众 依然比较模糊 有的人觉得鸡肋 有的人却爱不失手 所以难免会有争论 还请大家理性讨论 好了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视频频道 这里是清点科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 看到人是在神的 如果你这些东西走太大了 明白了我的缟确